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国务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西班牙加坦隆尼亚的独派政党一起说要党 在27号的议会选举当中获得了大胜 成为了当地的第一大政党 党主席马斯说 这是加坦隆尼亚争取独立跟民主的双重胜利 不过独派阵营得票率并没有超过五成 而且反独立的政党人民党的席次也超过了预期 都显示了民众对于是否要走向独立意见相当的分歧 就为加坦隆尼亚能否公投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有没有独立的条件 他是否会起示范的作用 让分离主义复活 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戴安大学的欧研索教授 郭秋庆 郭老师 老师你好 老师我们先来谈谈看西班牙这个国家好了 其实它不只是加坦隆尼亚一个地方自治区 而且我们也知道 不只加坦隆尼亚一个自治区想要独立公投 甚至加坦隆尼亚过去曾经也是办过 扩大的自治公投 当时很多人都担心加坦隆尼亚会从西班牙独立出去 但事实不然 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加坦隆尼亚它过去寻求独立的历史背景 加坦隆尼亚是在西班牙的东北地方 过去它经济的发展非常富裕 因为地沿的关系就是它靠近地中海地区 所以跟意大利或者是往海上去发展 是非常方便的 它只有差不多750万的人 那它本身的语言文化是蛮独立自主的 也就是说跟中央马德里地区是有差异的 但是后来马德里这个地区 它透过联分的方式 所以使得伊里比半岛上面的一些公国慢慢就联系起来 但是中央等于就是等于用中央单一国的方式 所以比较进步的边陲的加坦隆尼亚 那么尤其是在弗兰沟时期 它的文化语言受到相当程度的排挤 那问题就是说它那么进步的地区 但是它又没有那么自主 所以在西班牙曾经就在70年代的时候 就发展出一个所谓比较属于各个地方自治的一个状况 所以西班牙今天的体制很特别 就是它是47个自治区 加坦隆尼亚就是里面最富庶的一个区 它只有750万 它竟然能够创下了整个差不多葡萄牙 那么多的所谓国民生产种子 它是西班牙全国经济率的20%这么大 所以它那个自主性是蛮高的 那独立公投过去是有出现过 那也就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2011年是不是欧债危机吗 那欧债危机之后 那地方上就觉得他们比较经济发展 所以不希望说受到这个欧债危机的冲击 配合中央 所以那时候曾经办了所谓的咨询性公投 那主张这个咨询性公投的政党 就是会合团结党 它没有取得绝对多数 但是它还是国会 就是当地的议会的最大政党 曾经有做过 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跟当时一样 因为我们拉回到现在这个焦点来讲 这个加害隆尼亚的话 这个独派政党叫做一起说要 哇你真的特别的名字 在这个议会中 他取得了这个获胜 成为第一大党 您认为这个象征了什么意涵 是说当地现在支持这个独派的声音 是不是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大呢 对 这个声音的话 我们可以说 都是反对中央的 就是马德里这一部分 因为整个欧洲在欧债危机之后 这个经济的紧缩 那造成了这个失业力提高 就是最严重就是西班牙跟希腊 所以希腊上是爆出来的状况 就是使得左派的左翼联盟起来 西伯拉是上海 也就是这个情况 那就是要怎么样来舒缓经济的压力 这个带动经济成长 那现在西班牙的状况 也是可以说是地方上 就是最近部地区 反对中央的一个紧缩政策 就是说配合欧盟的紧缩政策 配合欧元区的这种政策走向 那这样一个新兴的 所谓刚才所讲的 我们一起说 说要 就是要独立 就是要独立 那要独立他们之前有办过 不过这种声音 也是反映地方上经济 在目前这种状况的一种呼声 还是内在说 那我们自己来 那我们自己管自己 我们不希望把我们的地方的财政 透过一个中央 这个所谓征收 那使得我们本身 获利 或是说经济的力强 但是要给中央去分配给其他的 这个自治区的话 那我们又要受到你中央的节制 说要紧缩开支 所以那种那种不满的情绪 就使得是跟他说 一起说yes 这个所谓yes就是说我们要独立 那种力量就呈现在帝王的一位选举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切都是钱在作怪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个民族的主义的味道是比较小的 当然就是都有了 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区块是创造整个西班牙经济这么高 最步速的 最进步的地区嘛 那现在这种这种经济的因素的一个压力之下 那种反弹就会比较 事实上是有在欧洲其他地方嘛 比方说去年的苏格兰也类似这样嘛 他觉得他们地方上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经济的一个希望的配合地方上的走向 但是来自伦敦的这个政策啊 就是要紧缩的这种情形啊 那因为这个整个大环境嘛 所以他们当地也办过这个所谓咨询讯的公投啊 差一点四十几%赞成啊 对没错 那我们说另外像意大利的北部有一个叫腿肉啊 鼻落啊 那那个地区过去啊 是这个所谓日耳曼裔的啊 日耳曼裔的人啊 但是他属于意大利的 那日耳曼裔他比较轻啊 所以他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 但是意大利人这不行啊 是 因为他这个收贷货载委员通过紧缩 然后在事业里又提高啊 所以当地也曾经有这个护身啊 所以他也要闹独立 要有这个公投啦 这个就是一个反应嘛 好老师啊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啊 因为这个独派政党在选前 他就已经放话了嘛 说只要能够取得过半席次 18个月内啊 就可以单独的宣布独立啊 用新的政府和自己的宪法跟制度 包括了军队啊 还有中央银行跟司法系统啊 您认为有可能吗 对 这个也是 马德里中央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哇 这个时间表都出来 对对对 很严肃的一个课题 很压的日期 因为西班牙不自单单 它是一个国家 是独立自主的 因为它有一部分的经济的这个政策的权利是跟欧盟或者说财政的权利跟欧元区有相互关联的 是 那它会受到比较多的关注 所以说欧盟的关注或是说甚至希望世界的关注啊 那本身这个脱离是对于它在1978年的宪法的一个挑战啊 那因为它是一个自治区嘛 那这个自治区如果要变成一个国家啊 那这个是对于宪法的一个挑战 那么事实上它这个地域的自主性在欧盟里面也蛮大的 比方说你如果是欧盟会员国啊 那你就可以跟欧盟啊 这个总部去申请地方的基础建设的一些区域发展基金啊 所以它只可以有时候不是靠中央马德里 它是靠欧盟布鲁塞尔总部啊 所以那个那个自主性是在的啊 只是说现在因为经济的困境啊 那么带动啊 带动这种趋势啊 带动这种趋势出来 所以老师它实际上算是欧盟的成员之一吗 可以这样单独拉出来看吗 呃 在所谓区域发展经济 也就是说 它可以跟欧盟申请到更多的财政补助在基础建设方面 就是透过马德里 对对不需要透过马德里 哇OK 那难怪它要闹独立啦 如果可以不需要透过马德里的话 那欧盟 但是好 我现在要问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包括了像苏格兰 这个它现在也是独派当家嘛 那这个包括了现在的这个 那个加坦隆尼亚 还有就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北部啊 意大利北部的这个这个区域啊 好老师如果这样的话 您看哦 每个如果每个区域都是那样闹独立的话呢 您觉得不要说当地政府啦 您觉得欧盟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对欧盟当然不能介入国家事务 但是他会表态 因为他是属于他的会员国 所以这个表态 当然他不希望说这个独立出去会带来一些 所以他会讲一些数据说 你独立出去会有什么损失 那但是呢 他又不能太直接去干涉他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说你如果真的独立出去 那我们也欢迎你重新加入欧盟 他说欢迎是不是 这是客套话啦 好所以那个反正就是在财政上面 他可能会有这样自主权啦 OK所以呢 当然他就可能会上中央挑战啦 波文老师我们来讲一下 加赖隆亚本身有没有独立的条件呢 刚刚我们讲说他经济很好 但是他其他的部分呢 刚刚讲说他会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司法嘛 什么等等的系统 那如果以其他国家体制像国防啦 如果他真的可以透过这个公投来达到他的目的吗 对因为当时1978年那个宪华的规定之下 是没有这种 就是说地方上可以脱离这个国家这种情形 那现在就特别挑战中央嘛 挑战中央有他的事数有因嘛 就是说他的财政的自主性他觉得还不够 他必须上缴中央 那如果好日子大家就算了 反正就是一体的嘛 那如果现在坏日子了 那他就会自主比较啦 那还有就是说他本身啊 这个在西班牙呢 最近就是在欧债危机之后啊 那你我们可以看到他跟欧盟啊 这个欧洲中央影响借贷了1000亿左右的这个款项 那这个也要去偿妇嘛 是 那所以中央对于地方的那个压力大啊 那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举措 不过基本上他并不是一个所谓制度内啊 也就是说呃 宪华信的啊 或者是说这个法定的公投啦 那如果他真的是去办了 那就是咨询讯的 那咨询讯如果你要真的脱离的话呢 呃 那中央也有一些方式啊 说你违宪啊 甚至说到宪华研究提告等等的方式啊 但是我们如果再进一步来看的话 如果从他提示来看的话 他可能会比较说 透过这个呼声啊 那地方上呢 真的是有这个需求 是 所以怎么样呢 嗯 就是说他的一个声音要叫到最大的就是独立 是 但是透过这样的话 这引起中央的重视的时候 他进一步可以跟人家谈判 是 谈判就是说 假如我啊 这个不至于独立的话 那你中央要给我了一些财政的自主性 是 又又要多大 那这个就是要考验中央跟他怎么协商 那我是觉得英国那个克麦隆的做法会蛮不错的 但是这个国家也体制也不太一样 英国也没有说是法定的公民投票 他也是咨询讯的 是 但是克麦隆就跟他赌了 所以您是鼓励这个马德里中央去跟他赌这一把吗 因为体制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它是宪法规定 它不可能就是有法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做 你整个是参考 参考就是说即使你要参考也是参考而已 你还是没有办法 只是说中央会来跟来关注你 那像上一次那个也是一样 它已经46 47%了 是 相当高 像是咨询性的嘛 对对对对 所以它会跟这个苏格兰 这个当地地方政府来磋商好 那我们怎么地方的自主性再让你提高一点 配合你当地的一个发展上的一个可能性 我再更重视这样一个情形 不过您讲这个英国啦 这个英国这一次啊 也是独派在那个苏格兰 因为他在英国的选举里面选得非常好嘛 那这一次呢 哇这个呼声 独立的呼声又开始起来了 而且呢 他们就讲说 这次一定要过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卡曼隆开的支票都没兑现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个上次说要给我们什么什么东西 通通都没有 那我们这次一定要来这个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老师你有看啊 如果是加泰隆亚 去推动这个独立公投啊 你看看 这个西班牙中央政府应该怎么样来因应呢 怎么样来处理 马德里奥怎么来处理这个分离危机呢 对 这个是中央啊 目前说 你不能不去正视它 因为人民的声音啊 也是蛮大的啦 那这个是在过去比较少看到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生的困扰的情况之下 带动啊 普遍当地的人民啊 这个就是说声音啊 就呈现在选举里面啊 所以选举这个可以看得到啊 他这个人民的一般的一个趋势啊 他的一个走向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那就看啊 中央啊 就是拉虎尔啊 这个总理 他是属于人民党的 右派的啊 那他是 他是起来啊 起来2011年起来 那时候是 是为了啊 为了就是要处理这个欧债危机的问题 因为执政政党啊 Sabotero那个左派的啊 就是劳动社会主义党啊 没有办法赢赢 所以他就起来不取代掉 但是现在看起来 西班牙经济的发展 还并不是啊 可以看到那么显著的一个绩效啦 所以尊杰的状况下 尤其他跟欧洲亚 有一千亿的银行贷款嘛 因为西班牙那个前一阵子 第三大银行曾经倒掉了嘛 那他就跟欧洲亚借了钱来纾困 纾困让他可以令我有资金的走转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经济那个起色还不是可以看到 因为失业率啊 还有通货的膨胀 通货的紧缩还是可以说蛮重的啊 所以有可能啊 在这种情况 中央啊 拉乌尔的政党啊 这个面临的挑战还是蛮大 就是看他怎么样 跟他跟他帝王上磋商的啊 这个这个 这个技巧 像英国的克迈朗就 他跟胆势比较够啊 所以他是主动啊 主动说好 我就让你 我跟你签好 是 签好这个约定 那你就来做 但是他就有这个这个这个胆势啊 但是西班牙就看嘛 中央的拉乌尔这个右派的人民党 这个总理要怎么来处理 不过老师他三个月之后啊 这个国内就要大选了嘛 对对对 您觉得这个会影响到他的选情吗 当然会啊 当然会啊 因为整个西班牙的话 青年的失业率还蛮高的啊 大概两年前啊 一年前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数据是二十几趴 是 好 跟那个希腊是类似的啊 那这个通过的那个经济的成长很低啊 没有没有超过一趴以上的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考验必然必然是存在 尤其现在在看到那个加泰隆尼亚啊 所谓独派势力的一个 这个起起来啊 所以这个选举一定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冲击 那还有就是西班牙 呃 他最近 呃 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年轻的人 他们有一些政治的一个力量的一个集结啦 是 所以将来就是他们两个主要的政党 有着右派的这个人民党啊 跟这个左派的劳动社会主义党啊 在目前可以说面临挑战 因为 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 嗯 虽然社会民主党啊 议席啊 少了人民党其实几席 但是他要翻身的机会也不大啊 所以可能将来是不是说 会有一些联合政务的形态出现啊 这个也是可以去观察的啦 不过老师我们要问一下 就是说啊 包括了苏格兰啊 包括了这个加赖弗尼亚啊 那这么多地区啊 陆陆续续啊 都一直这个独立的呼声这么高 你怎么看这个欧盟这些地区呢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是说 独立的声音这么高是 原因是在哪里呢 哦 独立的声音的话 就是要看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个独立要怎么去界定啦 就是地方的需求更高了 是 就是说地方更了解他自己的需要 比方说英国就是所谓 帝王自治嘛 home rule啊 就是放权啊 向地方放权 那这种趋势其实 其实像华国也类似有这种 中央在放权给地方 因为他比较了解地方的发展的需求 政策应该的走向 所以这个地方跟所谓次国家层级的重要性呢 其实是加大的 是 比如说欧洲它有三个 基本上有三个层级嘛 我们一般都是说国家层级 那因为欧洲现在发展经济啦 这个部分的话 他是给超国家层级的欧盟 相当程度在处理 等于有共同利益 帮忙大家共存共同 但是相同的情形之下 次国家层级 欧盟也不太敢直接去介入 是 它有一种辅助性原则 也就是说 是个别的状况 每一个层级扮演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刚才讲说 独立的相当的意涵 应该就是地方要争取 它更大的自主性 来发展他们地方所希望 或是对他们更有利的一个走向 是 温老师您应该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 当然马德里中央 可能要跟这个加海隆尼亚 这边要做一个协商嘛 看是不要放权力给他 或者是要怎么样 就是当然不要让他有独立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要把那个心拉回来 但是这样子的做法 会不会有一个示范性的作用 我们知道 加海隆尼亚 在西班牙里面要闹独立的 不止加海隆尼亚嘛 对不对 那其他的这个 这个自治区会不会起而效尤呢 有 现在这个 所谓加海隆尼亚的这个 会合团结党 地方性的政党的势力 它会影响到其他地方 因为它是17个 相当程度的自治的区域 所以像北部 那个巴斯克 巴斯克也一定的程度受到鼓舞 那我们说上一次在 苏格兰要公投之前 就是他们已经计划要进行的时候 也相当程度影响到加海隆尼亚 是 那加海隆尼亚也要办支援性公投 那后来因为 英国苏格兰的公投 高票落选 也就是说最高的4647 但是没有通过一半 所以失败 所以一定程度呢 就放弃掉了 那现在就通过选取反应出来 那其他在 其他自治区 西班牙自治区 巴斯克它本身也很特殊 巴斯克这个人种 从哪一来 在历史上现在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它是不是西班牙 那个还不知道 所以它也蛮语言文化 非常非常特别 不太一样 那它有重工业的发展 重工业发展 那它也是经济比较好的地区 所以它也受到一些一定程度的鼓舞 这个是会相对影响 但是这些地方性的政党 它在全国性 全国性里面 它并没有自己的政党 全国性还是 最主要是人民党 跟劳动 社会主义党 这个来反映出来 他们的走向 好 不论如何 这项独立的议题 将来还可能会继续的延烧下去 而后续要如何的发展 我们会持续的问您关注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但央欧研所的教授 郭秋庆郭老师的深入分析 老师谢谢